本国4月份的通胀率从10升势 市场对于央行应否继续加息的看法就有所分歧 邱丽明报道 本国4月通胀率升至4.4% 按月增加0.1个百分点 是自去年6月见顶以来首次上升 加拿大丰业银行发表报告 指央行无时间在未来几个月观察通胀的风险 并且需要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加息4分之1来 至于明年初减息和今年减息机会尾的预测就维持不变 4月通胀从10升势 令该行将今年核心通胀率预测上调至3.9% 并预测第二季开始出现轻微衰退 不过满地行银行的经济师认为 通胀预测的基本面不变 几乎可以肯定通胀率下个月将会显著回落 央行加息将会是错误 认为至少要等待5月就业数据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和第二季经济增长数据 并且要考虑美国最终会不会债务违约 上个月央行维持基准利率4.5厘不变 预测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将会落至约3%